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还是先看一幅图 各位来看 一棵大树 树枝上有一个类似马蜂窝的这么一个东西 树枝下有一个小孩 拿着一个扫帚 好像在捅马蜂窝 这什么意思 这个小孩就是戴后舟称帝的宋太祖赵匡胤 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赵匡胤的乳名就叫香孩儿 这个小孩就是他嘛 哎 孩儿嘛 拿个扫帚 再捅马蜂窝 或者是什么呢 哎 正在扫除上面飞的马蜂 这就是说要扫除群雄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称语 天有日月 地有山川 海内纷纷 父后子前 那么头两句 天有日月 地有山川 就是说呀 整个社会 历史 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就像宇宙的规律一样 一直是周而复始的 透两句 海内纷纷 父后子前 就是说呀 整个中原啊 战乱纷纷 就有这种父子接替登基的现象 我们再来看一下宋词 战事中原弃未休 己人高枕 握金歌 环中自有 真天子 扫尽群妖 见日头 战事中原弃未休 就是说呀 整个五代十国啊 就是 你方唱罢 我登场 啊 就是战事频繁 第二句 凡人高枕 握金歌 就是说 整个这段历史呢 就是几乎没有几个人 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 那么后两句呢 环中自有真天子 扫尽群妖 见日头 这是说呀 在茫茫的宇宙中 自然会有一位真命天子 派下来解救老百姓 这样呢 自然也就会战争平息 老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 那么这一项所配的卦是什么呀 叫地火名仪 哎 什么叫名仪啊 就是名处见商 宜就是商 名就是名处 那么 名仪 它整个的卦 是上面一个空卦为大地 下面一个梨卦为太阳 那么什么意思啊 就是指啊 这太阳啊 已经跑到地底下去了 也就是说 黑暗开始来临 那么这一项所在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啊 当时淮南接渡史 杨兴密 他的儿子呢 杨卧 继承杨兴密的王位后 总是任用自己的亲信 就排挤老将们 这杨卧死后啊 这个南唐的奠基人 也就是南吴大将徐温 他呢 就独揽了南吴的朝政大权 这徐温呢 一直想培养他的儿子来继承王位 可是呢 他的儿子不争气 老虐待底下大臣 结果呢 有一天就被底下人给杀了 徐温去世后 他的养子徐之高继位 后来呢 自称是唐朝的后裔 就改名为李汴 并改国号为南唐 再后来 就是李汴的儿子李景继位 由于啊 这李景期间啊 就是连连征战 使得国力呢 就越来越削弱了 后来 后周世宗柴蓉 哎 就开始征伐李景 后来李景大败 并向后周称臣 后来 李景的儿子李玉继位 李玉呢 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那位大才子 啊 就是写词写得非常一流那种 啊 就这位 也就是南唐的后主 虽然李玉善于诗词 但是治国就不行了 后来 北宋赵匡印就召见李玉 遇使其归降 但是呢 被李玉拒绝了 于是呢 北宋就随着出兵啊 就攻打南唐 两年后 南唐灭亡 李玉也被服了 另外 像五代诗国当中的很多其他的小国家呢 也一一的被灭掉 像在北方的北汉 也是五代诗国当中最小的一个国家 啊 也被后来的郭威所灭 那么整个这一项 其实讲的就是这五代诗国的征战的结束 啊 是一个收尾 那么这一项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名一挂的上六窑作为解释 就是不明毁 初灯于天 后入于地 意思是呢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终于到了傍晚 太阳呢 最初呢 是升上于天的 后来呢 却露到地底下 成王败寇 历史啊 总是这么重复重演 就像整个宇宙规律一样 你今天呢 太阳落下去了 明天呢 太阳依然上来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 这地球离开谁不照样转吗 因此呢 我们不必太计较成败得失 说到此 使我想起阳慎的一句词 滚滚长江 东是水 浪花 逃进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 西洋红 那么下一项 究竟又说了什么呢 且听 下回分解